1986年,田真凭借一首《最后的时刻》奠定了歌坛地位,此后他唱了很多快智人口的歌,成为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大姐大。 90年代,歌坛出现了一位和田真的风格,性格都极为相识的歌手,就是那英。 那英相继出了《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》等专辑,还多次登上春晚舞台,被媒体称为歌后。 田真算是那英的前辈,一开始两人的关系还不错,那英都次在公众场合谦虚地表示,只有毛阿敏和田真那样有实力的歌手才能称得上是歌后。 然而到了2001年,两人却因为一场颁奖典礼闹掰了。 当年有一场中国流行歌曲榜颁奖晚会,其中有个奖项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奖,由网友投票产生。 颁奖典礼前一天,组委会打电话告诉田真,他是最受欢迎女歌手奖的最终得主,比第二名高4000多票。 但是田真在领奖当天有其他行程,他希望由公司派人领奖。 主办方拒绝了这个提议,因为他们向赞助商承诺过,所有得奖的歌手必须到场,没剧就不给奖。 主办方以为田真不会到场,就安排了获得第二名的那英来领奖。 谁知,第二天,田真协调了行程,赶来了颁奖典礼现场,主办方临时设了一个十大金曲奖和华语最受欢迎歌手奖给田真。 轮到田真领奖时,他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,揭露这个颁奖存在黑幕,还说我对这个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,这个奖不领也罢。 说完这段话后,田真转身就走了。最终,纳英顶着压力上台领奖,无奈地说我是最幸运的,但我可能不是最好的。 经此一事,纳英和田真的关系算是彻底闹僵了。 2006年之后,田真慢慢退出歌坛,很多人说是被纳英打压,其实真实的原因是田真患上了一种难以治疗的血液病。 而且,田真的地位不低于纳英,纳英根本没这个实力打压他。 说到底,田真和纳英本来没有实质冲突,主办方的乌龙才造成了误会,但是这个误会却让两大哥后结缘二十年,未免令人唏嘘。 如果换到如今,两人各自有了不同的人生经历,或许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,你觉得呢?